上個禮拜我們主要是講到有關大樂透的歷史資料下載的練習題 主要的是希望可以把大樂透裡面的所有資料歷史資料先下載下來 只是想要知道最基本的一個問題的答案 就是說到底歷年來的大樂透哪個號碼開出來的機率最高 那當然我們主要是希望取得前七名的 講到前七名的部分的話 那該怎麼做比較簡單 那當然用的方法 比較笨的方法當然就是用土法鏈鋼 你就一個一個把資料先複製貼上 那當然我在網路上Google得到的結果 好像有個樂透雲 當然除了樂透雲之外你們也可以找其他的網站 他其實也都提供歷史資料 那只是說樂透雲針對這個網站裡面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他基本上的結構 就是會幫你把最新的放在最上面 總共他給你有四個欄位 那當然其中前面三個欄位是 備注其實裡面是空的 所以我們需要取得這三個欄位的方法 那當然如果以前你假設不會用爬蟲 我們不會用程式的方式來做 那當然就土法鏈鋼 變成你要選取Ctrl-Z再Ctrl-V 現在滿浪費時間的 那因為他基本上 資料大部分網頁會把它分頁 你會發現現在你如果不 假設你一個頁面放68頁的資料的話 那不得了可能要載非常久 所以他為了說載頁面可以即時的話 通常會切一些頁面 不管哪一個網站 其實大部分都會分頁吧 你們可能逛一些像電子商務啊 像Momo啊 PC Home啊 或蝦皮啊等等的 其實他們一定會分頁嘛 那如果你要分頁 你要抓裡面的資料的話 那當然你就需要用一些方法了 OK 當然裡面的話比較關鍵的地方 就是說上面這個網址 那這個網址的話一般叫UIL OK 其實白話意思就是網址 然後呢 裡面有一些特點就是說 如果當你點選 它的其中一個頁面的時候 你會發現最大的改變什麼 它原來的網址是這一個 哪一個網站 後面這個是一個哪個網頁 那哪個網頁的話 當你點選的時候 它有規則 就是說呢 你如果要跟那個主機啊 因為它是一個server server的話呢 它必須24小時開著 你要跟它溝通的話 那你要怎麼跟它溝通 通常的話 就是會傳遞一些參數給它 那傳遞參數的規則 基本上大同小異 就是說呢 各位可以看到 我要傳什麼訊息給你了 你會不會這邊有個問號 有沒有 就是哪一個頁面後面有一個問號 問號後面的話 就是它的參數名稱 加上它的資料 然後end的話 這個是第一個嘛 這是第二個 所以它這個頁面 傳了兩個參數給那個主機 那主機跟它講說 我要第一耶 那index等於1嘛 而且order by 排序 等於new 等於new的話 就是由新的到舊的 那你想說 顧名思義如果由舊到新的話 那是不是可以把這個參數改什麼 改old 你有沒有可以試試試看 應該ok喔 如果你不是new的話 你可以改一下 改一個old Enter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由舊到新 old 有沒有發現 它就會把那個2004年的1月5號 這就是第一期 開獎幫你把它放到最前面 ok 所以喔 其實傳遞參數 就是從這個地方做一個參數的傳遞 那不過啦 當然還有另外一種UI 比較特別 你們可以再觀察一下 大部分的這個網站 都是用這個方式在傳遞 比如說我剛剛提到像momo pchome 蝦皮 甚至是訂房網站叫agoda 你會發現上面都有參數 都看得到喔 但是少部分有一些喔 其實是你看不到的喔 為什麼看不到 比如說你要輸入帳號密碼的時候 你會發現帳號密碼不可能在上面出現 比如說你的username password 那完蛋了 上面出現的話別人都看到了 那就沒有隱私的問 就會有那個 就是你的隱私會被 這個看到的問題啦 所以呢 假如說沒有隱私問題 他會放在這裡的話 這是一種傳遞方法 那這個傳遞方法 那這個傳遞方法一般叫做 叫做get 就是你給 給那個server的話 這個方法叫get 也就是說你透過UIL傳遞參數 那這個方式呢 叫做get的傳遞方式 那另外有一種方式 就是你看不到的 這個地方喔 他把它藏起來 如果藏起來丟給server的話 那種方式叫post post 其實根本是啦 get是我直接給你 給你喔 OK齁 你看得到也沒關係 別人看到也沒關係 反正我是公開的 那另外一種是post post什麼 有點像是 既把它打包 也就是說 把資料先包在一個地方之後 我再給你 那這樣別人就看不到了 OK 所以喔 如果假設說有一些網站 他如果用 沒有讓你知道他的參數 那你怎麼辦呢 你要如果要抓資料 又是另外一個方式 那當然喔 如果用get的話 難度比較低 如果用post的話 相對難度會比較高 不過後面的話 我們其實也可以舉一些案例啦 反正呢 將來目標啦 其實如果將來呢 你不像土法煉鋼啦 做一個原 做一個原始 其實如果你這樣做 我覺得有點像現代的原始人 做的方法根本就 不符合時代的潮流 OK 因為現在大家都會寫一點簡單程式 你不會的話 那當然你的效率絕對是比人家低了吧 OK齁 就像說現在大家都用新的科技 新的產品 結果你還在用舊的產品 當然一定感覺就是落後啦 OK齁 而且現在的企業 現在最 我覺得現在最缺的 其實就是會寫點程式 但是他又具備有其他的專業技能 不是只有會寫程式喔 因為如果你只當然會寫程式 就好像你會一個工具 但是你這個工具要拿來做什麼 他不知道 OK所以最好是什麼 又具備有 本身的專業 像金融 像會計好了 然後他又懂電腦 那當然是一加一大 有的效應 OK齁 好 所以上個禮拜主要是什麼 利用這個 剛剛講的GET 然後傳參數嘛 所以其實我們上個禮拜 主要是利用這個概念 再配合一個物件 叫做Creditable 有沒有 所以我有個範本 因為這個Creditable 基本上不難理解 實際上這個Creditable 實際上是從那個 就是Essale裡面的聚集錄之路下來 我把它簡化 所以上次要抓一頁的話 其實就是這個地方 把它先怎麼樣 這個程式碼先複製 然後加什麼 加UIL後面這個網址 然後再加上第幾個Table 那第幾個Table我會講 你就是用Ctrl加F尋找說 你這個網頁裡面 到底它這個 這個Table是第幾個 右鍵檢查 有沒有 然後記得 在這個頁面裡面 Ctrl F 就尋找 尋找什麼 尋找我要找的這個Table標籤 它到底是第幾個 如果你打這樣的話 表示Table標籤 第幾 總共有七個嘛 那它是第幾個 你可以用尋找的 下一個下一個 它會顯示讓你知道說 現在是這一個 那第幾個 第五個 OK 那你就把WebTable等於 後面加上5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後面的數字 填上5 它就會幫你把 這一個網頁裡面的 第五個Table 幫你抓回來 這大概就這樣 OK 一個簡單的一個對應關係 那如果說你要把全部資料抓下來的話 我們把它改成P次 OK有沒有 本來是大多一頁嘛 然後改成多頁 那多頁的話就是 把Index Page等於 等於1 改成一個i的變數 然後範圍給它 For i 等於1到68 這樣68 又就下來 但是呢 如果你把它下載在同一個 這個Range A1的話 會發現它會一直擠到右邊去 所以我們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加一個K 這個K的話 預設值等於1 就是意思說先放在A1 然後呢 等到第一頁下載完之後 第二頁呢 請你把它放在哪裡呢 你向下追蹤之後 等那個列有沒有 告訴我一下 然後呢 把它加1 意思是它的下一列 這樣的話很快就可以把所有的大樂透資料 全部都下載完了 OK 其實上個禮拜的重點不外乎就是這個 就是簡單的爬蟲 然後呢 後面其實下載資料 可能它解決一些問題 包含就是下載下來的資料 最後要剖開來 所以我們會用剖析 那當然剖完之後的話 你就可以做一些統計排名了 那最後 我希望看到的當然 不外乎就是 它的機率 誰排在最前面 機率我們因為前面樂透彩有做過 就是什麼呢 抗if除以抗著的相處的結果 OK 然後排名前七名 那這樣的話呢 答案就出來了 OK 這個是上個星期的一些要點 那今天的話原則上 當然我是建議 如果各位一有未見 想要做其他練習的話 你不妨可以去抓什麼 抓六合彩 金彩539 威力彩 有沒有大福彩 這一堆彩 那其實我想原理原則 這個不太一樣 好像威力彩應該比較接近 威力彩這個也有 然後金彩539 這個好像不太一樣 不過我記得它好像也可以抓 因為它上面這個其實也是一個頁面 不過你會發現 它這個有個舊版 它有個新 所以如果你點開來之後 假如發現它這個是新版 你可以點上面有個舊版 舊版一樣 所以它舊版在這邊 一樣可以去抓什麼 六合彩 金彩539 那它其實會有同樣的概念 就是說它的那個 資料裡面的話 基本上也是分頁 這個分更多 這個有分95頁 所以如果假設 你希望把像六合彩 全部都抓下來的話 大體上一樣 就是一個配局一個配局 看它配局數量多少 只是說它多了一個欄位 下次開獎日期 不過這個應該我們用不到 所以如果用不到 你將來也可以把它刪掉 無所謂 那請各位先把這個部分 稍微再試試看 禮拜五段影片 剛剛講的都有 所以我就重複的部分 我就不講了 那如果各位 有一些細節部分不太清楚 可能回去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另外的話 其實我當然 很希望就是 後面這個部分 其實也是可以把它寫成程式的 這個跟前面的那個 樂透彩一樣 所以 技巧部分就不多說 但是有一個地方可能要注意 如果有相同名次的 像第三名 它的Rank點義 如果相同名次的話 它基本上是 排名就是 好像有第三名有兩個 所以它是1 2 3 3 然後變5 6 7 這樣子 它就沒有第四名了 所以如果有重複名次的話 我是寫一個邏輯判斷 判斷說是不是空的 也就是如果說假設 它那個格子已經有放東西的話 如果是空的 那就照原來的狀態 就是把資料放進去 如果不是 所以這個的相反 相反不是空 不是空的意思是說 它那個格子裡面已經有放了 也就是有同樣名次的 那怎麼辦呢 你放到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 下一列就加1就可以了 比如說放在第三列 第三列已經有了 那就放第四列 就是把它K加1 把它往下地補 所以等於是多一個邏輯判斷 那所以 將來如果遇到 類似像要解決問題 我發現 大部分其實還是一個邏輯判斷 就是你要怎麼樣去根據 實際上遇到的狀況 做一個邏輯判斷給它 然後解決這樣的問題 那有的時候 都是按照實際上遇到的狀況 至於 這樣的一個方式是不是最好 當然也是不唯一的 一定不是 所以如果你假設 你有別的想法 可以解決同樣明示的問題 都不妨可以試試看 反正就是解決問題 這個解決問題 不要有一些意外的 如果有一些意外 就是有一些你可能沒有想到的 那可能那個就是BUG了 也就是說如果要怎麼樣 讓程式沒有BUG 那就是你那個邏輯 基本上最好是越嚴謹越好 也就是說你這個邏輯 基本上不會有漏洞 如果不會有漏洞的話呢 那就不會有BUG 這個可能還是需要 花一點時間去思考 所以寫程式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是說 要能夠完全沒有BUG 那可能想得要非常的周到 而且要很花時間 以前我在寫程式 常常一個問題寫不出來 然後我一整天都在想 這個到底要怎麼 連我在走路吃飯 可能在跟人家聊天的時候 也會想一下 有時候突然想到回去試 反正問題就解掉了 OK 甚至誇張一點是說 晚上連做夢的時候都夢到 我在寫程式 OK 如果假設你晚上連做夢都在寫 那你的程式絕對寫得好 OK 因為你一心一意就是想要 把程式寫出來 寫得好 OK 因為這個坦白講 很花時間 很花心思 我覺得 那有些東西程式 雖然你們看到 可能是最後的結果 但是背後可能是經過非常多次的改版 不是只有一次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一次沒辦法寫好 其實也不是你的問題 因為你還是需要花一點時間去思考 OK 其他還有相關的程式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不妨可以看 另外我們前面有一些動作是手動的 如果你不要用手動的 其實你也可以寫程式 比如說那個程式相對難度會比較高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不妨下方也可以再參考一下 OK 那今天的話 我們接下來再來看其他的範例 那請各位待會兒再幫我看一下 另外一道題目好了 再來抓別的資料好了 後面我可能重點會擺在 抓取資料 跟那個就是 那個繪製圖表 其實是爬蟲加繪製圖表 這兩個重點 那所以我希望到你們的期末 期末理論上我們就 就是採那個 一樣是跟其中一樣的報告形式 我們就不是用上機測驗的方式 但是有一些重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說 第一個 我會希望說 你要跟 如果跟其中報告比較的話 第一個 這個可能就是多加一點像VBA的東西 有沒有 聚集錄製加VBA 因為我們其中報告是選項的 你可以加也可以不加 但是期末我是希望說 你第一個一定要有層次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可能盡量如果可以的話 加一點爬蟲跟繪圖 OK 至於要做哪些資料 你們自己可以再去思考一下 內容部分 你可以跟其中報告做 同樣類似的題目 沒有問題 可以延伸 但是盡量就是可以廣或者深 廣的話 比如說你可能做一個 台北市住宅竊道 你可以再加一個 比如說汽車竊道 兩個比較之下 或者說你可以再找別的縣市 反正就是內容稍微再延伸一下 看是要廣度增加 還是要深度增加 OK 都可以 所以兩個重點 第一個 第一個是形式上的話 技術提高 就是技術要提升 有沒有 本來原來我們是停留在 函數跟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對不對 我們可能就是增加VBA的部分 程式的部分 程式部分可能就是 看你是解決資料處理的問題 還是處理爬蟲的問題 或者繪圖的問題 可以再加入一下 內容部分的話 可以就是說 看是要橫向的廣度增加 還是深度增加都可以 這個我想請各位 就是再思考一下 今天的話 也許我們再講另外一道題 所以待會請各位 幫我開啟這個 數學函數裡面的這個 叫 那個外匯歷史資料 然後我們重點是繪圖 OK 怎麼樣拿這個資料 爬重下來之後 再把它繪製折線圖 因為最近 那個美元 一下子漲一下又跌 最近又跌了 跌了蠻多的 最高已經漲到 那個台幣是1比32 應該有32 應該有32 我記得 然後現在又跌到30 30出頭了 OK 但會不會有漲回去 不知道 所以漲漲跌跌 那其實最好是什麼 我如果也想知道 最近到底漲跌的情況如何的話 我想會試一下 甚至我可以跟其他匹別比較 那我在網路上找發現 有一些資料是有提供 就是在開放資料裡面 其實有耶 在那個政府的開放資料裡面 居然有每日外幣參考匯率 而且會有個CSV 那提供的資料包含就是美元 人民幣歐元還有日幣等等的其他匹別 當然我如果假設我希望 主要是想瞭解美元對台幣的部分的話 這就夠了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這個資料 你可以檢視一下 裡面是Big 5 然後可以把它抓下來 所以第一個 我們這一題是希望說 怎麼第一個可以把資料抓下來 第二個的話 可以把它繪製成圖表 那繪製圖表的話 我希望說可以把資料抓下來之後 就幫我在旁邊繪製所謂的折線圖 那折線圖的話 最好有節點的折線圖 然後放在旁邊這樣子 那當然我可以練習 如果我畫一個 那我如果要畫全部好了 總共好像不知道十幾個匹別 那我希望一個頁面裡面 就幫我放很多圖 都幫我列在一起好了 那我要怎麼畫 那以前如果圖法煉鋼 變成要插入圖表 然後給它範圍 然後你再去調整 可是問題是這樣子 如果經常每天都要做 給老闆看的話 或者給客戶看的話 網上浪費時間 所以有沒有什麼方式 最好是一個按鍵按下去 自動就OK了 那當然最好 OK 如果你是金融從業人員 你絕對會想要學這個東西 因為你就學會之後 基本上你就做一次程式 你後面就等於是一勞永逸了 但是如果你不會的話 每天再來一次 我發現現在金融業 真的有一個可能很面臨到的衝擊 你不會程式說真的 你就是慢 沒效率 有沒有 然後再來就是重複 可是問題人家是要馬上要 馬上要 你如果沒辦法馬上給它的話 當然要質疑你的專業 OK 所以要怎麼樣做到 請各位先了解一下這個問題 一樣畫面 好現在還給各位一下 OK OK